阿姨大家好啊 我是村子里面最帅的翠花 我在村子里面的房子被一个土豪霸占了 只能搬到现在这个地方住 现在的我穷困潦倒的 身上连一分钱也没有了 每天也就只能躺在这个地方睡大觉 唉 要是我有一天能重回以前的时候就好了 不行 有点饿了 还是去找点吃的吧 我们这个破房子也很小的 住在村子最荒芜的地方 你们都醒了 咱们不去找吃的 等你醒过来啊 我已经饿到没有力气走路了 你们也是真的懒 就是出去找个吃的还要等着我 唉 行吧 你们就在这里等着我吧 外面是有垃圾桶的 只能去垃圾桶里面看看有没有吃的 没办法 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过来看看 这些毒马铃薯应该还能吃 有两个苹果也算不错 总比什么都没有的好 这边还有一个垃圾桶 嘿嘿 你是谁 我是那边的穷人呐 你赶紧离开这个地方 我来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这个地方不是你待的 我就是来找点吃的 有没有碍着你的事 这个垃圾桶是我的 不让你动就不能让你动 知道吗 想不到现在还有你这种人 就是看我穷才欺负我 你知道以前我 怎么了 我就欺负你 以前就算再厉害也不行 行 你等着 真是太欺负人了 我要气死了 从来没有见到那样的人 怎么了 刚才有个人竟然不让我捡垃圾 实在是欺负人 但是我也没办法 好了好了 忍忍就过去了 我们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也是没办法的 我要再去看看 就是不服气 站住 你怎么又来了 要你管 大哥们 你们这是干什么 我们在找这个村子里面 叫翠花的 可是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 你认不认识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 是有什么事吗 你 不可能吧 我们老大给我看过你的照片 给你看看你们老大 以前给我写过的信 这里面还有合照呢 果然是你 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我的房子变成霸占了 就只能这样了 好吧 这个我们就管不住了 我们是受了小布婷老大的命令 给你送点小礼物 现在你可以去查验一下 这个车我见过 该不会是钻石吧 哇 还真的是钻石 这些都是小布婷老大送给你的 好的 替我谢谢他 哎呀 这个箱子也是真的够成的 我们终于要过来了 实在是太难了 没错 我就知道我是有翻身的这一天的 这些是我买的衣服 找一下好看的 好了 看起来就很帅气 哎 这些衣服多少钱 一共五十块钻石 你等着 这些都给你 你们都是高级厨师 这些是特别好吃的菜肴 可以说是马汉全席 辛苦你们了 不辛苦不辛苦 可以结一下费用吗 一共是一百块钻石 这些钻石都收着吧 这个有点多了 谢谢你了 先吃点饭 一会儿我要干一件大事 这些好吃的这么多 以后再也不用捡垃圾了 你们终于来了 嘿嘿 老大 有什么指示 没啥指示 就是帮我抢回我的房子 就在村东头 保证完成任务 兄弟们 跟着我上 竟然敢抢老大的房子 应该就是这家了 真的 怎么了 你别打了 赶紧离开这个房子 不然让你好看 好好好 我马上就离开 好了 现在我已经搬进 原来的房子里了 哈哈 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